希望这个天用台湾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全台都进入这个房台大作战了 您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倒是来看看玉龙集团执行长颜凯泰 他更是亲自坐镇旗下的车厂 他在今天主持中华汽车股东会的时候 他刻意提前一个半小时先抵达 那么召开防灾会议 更不惜砸下了百万元的预算 买沙包跟抽水机 日带天气本来就很辛苦 尤其到了夏天崩一个台风 绷一个梅雨 豪雨台风一个个接着来 玉龙集团执行长颜凯泰 趁着股东会行程 也亲自坐镇集团的旗下车厂 展开房台大作战 是很辛苦 所以看的是蛮难过的 原点早上九点钟 在扬眉举办的中华车股东会 颜凯泰刻意提前一个半小时抵达 聚集主管召开防灾会议 指示所有的员工动起来 快点快点我们确实检查好 不管是工厂门口还是部分厂内空地 十分钟之内堆满沙包 而重要的设备更是老早用帆布包得紧紧 总共十二部的抽水设备全部就位 外头也趁着还没下大雨 赶紧清水沟 更派人二十四个小时全程警戒 前前后后砸下上百万的经费 对于房台要做到滴水不漏 至于外在的经济环境 颜凯泰也认为同样险恶 对于国内外内幼外患 感触不少 在股东会上也有小股东担心 未来的营运动能熄火 颜凯泰再次重申 早就做好准备 从房台到加速布局海外 颜凯泰积极奔波 更期盼景气跟天气赶快好起来 东西才能熄火区奖金威 杨梅报道